说到前驱性能车 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会是本田的思域Type R 它凭借着夸张的外观和出众的性能表现 再加上曾经的纽北最速前驱称号 成为了国内思域车主们精神图腾般的象征 近几年更是被车友们冠上了法拉玉的名号 成为了秒天秒地秒空气的一代神车 近日 全新思域Type R在海外正式亮相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全新思域Type R版本车型 将确定由东风本田官方引入国内销售 并在年底正式登陆国内市场 这也是首款以官方渠道进入国内销售的本田Type R车型 自从全新思域Type R发布以来 就有不少网友调侃到思域鬼火少年是不是从良了 它成熟稳重的外形 完全没有了上一代车型的炸裂 用一台低调的买菜车去伴猪吃老虎 或许会比在街上开着一辆高调的跑车要有意思的多吧 由于全新思域Type R的售价 以及具体动力参数等信息 将在下个季度才会发布 作为参考上一代进口思域Type R落地70万左右的价格 有可靠消息表示 新车由东风本田引入后 售价将在30万至35万元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30多万预算 你会选择这台红标信仰神车思域 还是选择即将引进的四驱八代高尔夫2呢